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 北京时间5月28日,热火将系列赛,拖入了抢期,这一战,巴特勒一战封神,出场45分56秒,看一下47分9篮板,8助攻,4抢断,1盖帽。 洛瑞也复苏,出场36分51秒,得到18分,4篮板10助攻,1抢断,1盖帽,赛后,两人在新闻发布会上,上演了搞笑一幕。 有记者,让洛瑞,点评巴特勒的表现,洛瑞撇了一下嘴,随后,爆粗口说道,他太XX,不可思议了Fling Incredible。 洛瑞说完,马上意识到,自己发错了。赶紧道歉认错,希望联盟,不要对他罚款。 此时,巴特勒一旁笑着表示,罚他钱。你们总是罚我钱,一定要罚他。 此前,巴特勒在北赛季的记号赛中,因为在场边庆祝,做出了不雅动作,被联盟罚款,15000美元。 当然。巴特勒坚持表示,要联盟处罚洛瑞,也是已来了现场记者,哄堂大笑。 话说回这一战,热火两大潮距都不苏,尤其是巴特勒疯狂表现,成为营球关键。 生死抢期,热火依然需要他们稳定的发挥。 有趣的是,在另一块舞台上,两队的两大名速,也是杠上了。 在热火把系列赛,拖入抢期之后,维德发推艾特勒皮尔斯,他晒出了看野摊手的表情包。 两人场外的恩怨,也是延续了下来,上一次两队在记后赛相遇,维德和皮尔斯,就掀起了。